在这边我要很沉痛的说 我觉得一路上这个民主 被这个民主进步党放在嘴边一路讲 我今天就要公开呼吁对赖清德喊话 你不是最重视程序正义吗 请问一下 今天柯文哲这个案子办到现在 所有的侦查不公开在哪里 这哪来的程序正义 赖清德请你检视一下 你不断的要求立法院要程序正义 请问一下今天北检 所放出来的所有的相关的这样的讯息 所有的侦查不公开 请问正义在哪里 你摸着你的心脏摸你的良心问一下自己 所谓的财产不明 根本就是绿色恐怖 他们找不到不明的金流 找不到不明的财产 竟然找往生者来罗知罪名 如果说要兜一个金流 要兜到当事人已经过世的岳父 还健在的岳母 把它讲成是已经过世 要来扣柯文哲徒利 收贿重罪的帽子 兜了老半天 金流兜出来了吗 数字兜出来了吗 还是要找往生者来做文章 要找柯文哲的岳父岳母 来罗知他的罪名 请问大家可以接受吗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这边结束 也谢谢所有的 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 外交来关心纯大笔现金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 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你呢 今天好 会算准备决策 是决吗 对啊 湘南无枝 那怎么看下用到处的七百万 不符记 你们先去吗 不想我会拿四村 这个四村拿七腿 有案子 总统知识检方调查金华城案吗 总统柯文哲一直要执政者讲清楚 会不会觉得被模糊焦点 馆长还说是政府要铲除异己 有些人 他辞联党呢 他辞联了一百多千当然干什么 他在产无利己 如果有证据 紧张拿出来 你現在是覺得民眾黨不死 你生不早就明明打 相信清白 狗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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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是不是賴總統在害你 狗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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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屁 Gand� 狗屁加油 狗屁 건 狗屁ésus 比這更誇張的方法要來對付柯文哲 這是我來的理由 對不起,我不是很會講話 我知道你們 有想要跟阿伯說什麼嗎? 我相信他要圖力 是圖我們全台北市市民的力 因為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大巨蛋開幕以後是多少的收益 多少人去看棒球 帶動了多少 因為之前民進黨政府一直卡消防檢查 不讓大巨蛋過關 所以這個事情都被拖了一年以上 只為了不讓柯文哲有政績 我們市民看在眼裡 這種事情真的是覺得無法接手 你們要親北重南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撥得我們台北市民的權益 你們這麼做 不就是把我們的選票往外推嗎? 你怎麼看柯文哲被當庭逮捕 你怎麼看他當庭被逮捕 我想柯文哲被當庭逮捕 是因為他要離開 因為整個法律程序還沒有走完 那檢察官他連政署先出訓 然後檢察官要復訓 復訓決定到底要不要採取強制主辦 要不要激愛境界 然後將要不要起訴 他認為他不要受到夜間偵訊 也是啦他年紀不小了 這個連政署又搞了他12個鐘頭 加上早上在家裡4個半鐘頭 其實也蠻累的 我也是覺得說幹嘛一定要夜間偵訊 對當事人很辛苦 對法官檢察官也很辛苦 但是只是說你可以拒絕夜間偵訊 可能你不能離開啦 你要在那邊等 他大概覺得他可以離開了 所以法官就說 檢察官說我當請逮捕 因為逮捕以後他才不能離開家 我覺得主要是這是一個法律程序 不表示他就被抓了被逮捕 整個還是希望法律程序能夠公正 能夠不偏不倚 那能夠好好的這個走完 而不要說民進黨執政啊 就對這個在野黨的領袖啊 就採取不公平的態度 這樣民眾也不服氣啦 小草也不服氣 就是說要公正 要有證據啦 證據拿出來 那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要給這個 給這個 警察局那麼高的容積率 把道理講清楚 然後中間有沒有對價關係 現在有幾個關鍵嘛 為什麼給他840的容積率 然後中間有沒有人得到好處 那得到好處是只有陰假威嗎 還是有其他的人 這每一關每一關 可能要把它查清楚 昨天 柯文哲先生移送台北地檢的時候 假官訓問的問題 都是關於木可公司 跟政治獻金的問題 但是假官訓問完之後 因為柯文哲主席表示 他拒絕夜間詢問 所以假官就當庭預知逮捕 那假官逮捕的理由是因為 柯文哲主席社犯金華城圖利罪嫌 預知逮捕 也就是說假官是問A案 但是用B案進行逮捕 那對於台北地議院的裁定 我們會考量審慎提起抗告 謝謝 接下來柯主席就是繼續在裡面這樣子 後續假官可能會進行偵訊 但是我們也會考量進行抗告 北市精華城容積弊案持續延燒 前台北市長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30日已被告身份 被帶回偵訊 柯文哲在出家門時 也自清非常坦蕩 知道自己沒問題 也希望台灣司法可被信任 執政黨局要清楚說明有什麼證據才展開搜索 資深媒體人趙少康在臉書發文提到 雖然都在意料之中 還是讓他很感慨 柯文哲搂起搂他 不過就是幾年間的事 並直言看得出來 面對一位政黨主席前市長 曾任總統候選人捲入的司法案件 檢調這波偵辦行動非常謹慎 5月就分他自案偵辦 陸續傳喚北市府相關官員 都委會委員副市長 再到殷小為跟沈慶金 應該是把證據鞏固完整了 才會發動搜索 不過趙少康認為 柯文哲不能完全代表 民眾黨巴西立委或縣市議會議員 雖然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 但只要民眾黨公職 持續在立法院好好表現 民眾黨就還有一線生機 不至於一蹶不振 民眾黨公職不能因為柯文哲一個人 就泄氣 此時更要向選民證明 大家的票沒有白頭 都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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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